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 拳头这么多年对多个英雄都进行了重做和翻新 有的英雄因为重做之后便逐渐淡出了大家的事业之中 但也有的英雄在经历了重做之后成为了主流赛场的热门 如今英雄联盟已经十周年了 这十周年中曾经的哪个英雄最让你念念不忘呢 今天我将给大家盘点那些拳头重做之前的经典角色 作为2010年第一个正式盘本推出的英雄 阿卡丽也曾经是这个游戏中的一个杀器 阿卡丽的核心技能并不是他的R技能三段追击 而是他的Q技能 最早的阿卡丽他Q技能的印记是可以用E技能去触发的 这对于阿卡丽无论是对线的消耗 还是6级之后的技能衔接都变得非常简单 一个QE就能打出印记的额外伤害 操作难度非常低 阿卡丽在路人局中的大火 除了技能衔接简单爆发较高之外 他还有一个关键的W技能隐身 在英雄联盟尤其的早期 基本上玩家没有买真眼的习惯 都不愿意在视野上花钱 导致了打团的时候 阿卡丽突进进来 脚下W一放就和无敌了一样 但和路人局的大火相比 阿卡丽很少出现在职业的赛场之上 阿卡丽的前期对线比较困难 如果你强行要上去打出印记 就要被人追着点好多下 很多时候都只能在线上又Q补兵 而且阿卡丽除了E技能之外 缺乏AOE也缺乏轻变的能力 唯一的E技能能量的消耗还非常高 在前期就只够打出一套QE的能量 线上被压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如果中期不能拿到人头的经济补给 非常容易崩盘 但这些在路人局中 就显得不是那么致命了 由于阿卡丽的大火 之后拳头对阿卡丽的技能进行了调整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 就是降低了核心技能Q技能的伤害 同时印记只能用平A去触发 而技能的释放范围也变小了 变相的将阿卡丽的伤害降低 难度稍有提升 而随着大家游戏水平的提升 阿卡丽的对线越来越难打 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冷门的英雄 之后多个版本 拳头一直在对阿卡丽的技能进行微调 但效果都不怎么好 于是在版本8.15彻底重做 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更具有操作性的刺客 由此才将阿卡丽推上了职业赛场之中 虽然能够看到泽西安拿着阿卡丽大杀特杀的场面 但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现在的阿卡丽也早已没有了之前的那种爽快感 三恩是拳头最早制作的一批英雄 也是从测试中一路走到正式服的英雄 而三恩的大火就因为他的两个技能 Q技能叫死亡灵失 这个技能除了能够提供1.5秒的眩晕之外 满集基础300点的伤害 加0.9的AP加成 在前期这个指向性的眩晕技能非常好配合 只要打野来抓 线上必杀人 而且这并不是赛恩最长的眩晕时间 他最早开发的时候 眩晕时间是2.2秒 AP加成也是1.0 在进入正式服之后 便修改成了2秒 但还是很变态 于是在V1.0.115这个补丁中 才将他的时间改成了1.5秒 之后的AP加成也下调为0.9 由于赛恩当时的QE技能 拥有高偶的法术伤害 也导致了那个时候赛恩的玩家 都是走AP的 在职业的赛场中 赛恩也是一个出场率非常高的英雄 不过玩老板的赛恩 如果你玩AD 那么前期打架的伤害就很低 很不容易发育 而如果玩AP的话 一旦到了后期 AP的赛恩就有些乏力 主要是赛恩的大招 能够提升攻速和巨量的吸血 出AD的收益更高 于是也诞生过前期出AP 后期转AD的玩法 但是无论你玩AP还是AD 都会有一些技能 显得非常鸡肋 正是因为这种定位模糊的原因 最终导致了赛恩被重做 加上当时的赛恩原话是真的丑 于是在4.18版本 拳头就对赛恩进行了重做 正式将它打造成了现在的坦克 只要玩上单的玩家 肯定不会忘记老板剑机这个英雄 作为曾经上单玩家的白月光 剑机也是优雅和锋利的代名词 剑机的重做其实也是典型的 拳头将操作难度上升 提升英雄上线的一个操作 老板剑机是一个非常吃攻速的英雄 他的整体技能非常简单 Q技能是一个可以释放两次的技能 也是因为这个技能 由此衍生出了当时一个很火的概念 一秒五刀 主播西门在当时就是一手剑机 一秒五刀而出名 还开了教学收徒 自称电竞孔子 其实一秒五刀和锐文的光速QA一样 都是在技能的间歇中 衔接平衡 打出更高的伤害 所以老板剑机有两个必备的装备 一个是提亚马特 还有一个就是幽梦 开幽梦加光速QA EA 衔接提亚马特 再打出最后一段QA 这也是当时一套非常基础的剑机连招 而老板剑机最具代表性的技能 就是大招利刃华尔兹 大招是一个无法选定的效果 在当时的游戏里面 只要剑机放了大 就离自己的队友远一点 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猪队友 主动往你身边靠 剑机重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技能设立太过简单 想要造成击杀非常无恼 打法也更偏向于刺客 这和他是一个剑术高车的剑客 身份不是很符合 拳头也由此对剑机进行了翻新和重做 但当新剑机出来的时候 还是出现了很多吐槽 新剑机确实在技能上拥有更多的操作性 但是在新剑机的原话和原来的差距特别大 以至于破坏了很多人心目中 那个优雅年轻的剑机形象 拳头的美术团队还曾经因为这个 发布过一个公开的道歉信 剑圣也是拳头第一批制作的英雄 在这其中其实还有一个故事 剑身的Q技能最开始本来是作为剑身的R技能的 正是上线之前才将这两个技能调换了位置 AP剑身的崛起最早是从美副开始的 当时剑身的技能AP加成高得有点变态 Q技能基础满级300点伤害加1.0的AP加成 而W技能更恐怖 满级回复700点的生命值 外加4.0的AP加成 同时还要加双抗 全水和剑身的W相比简直太弱了 除了这两个拥有超高AP加成的技能之外 还有更变态的 当时剑身的R技能 只要杀了人之后会刷新所有的技能 这也让AP剑身成为了团战的收割机器 说到AP剑身不得不说的一个人 就是M5传奇中单Alex 2012年IPL5首轮比赛M5对阵COS NA 正是Alex率先拿出了AP剑身 在这场比赛中 Alex用剑身好取武杀 也一举将AP剑身推到了大众玩家面前 由此导致了之后游戏中AP剑身的泛滥 AP剑身的缺点其实也非常明显 就是前期的对线问题 AP剑身前期的对线非常非常弱 线上就只能靠Q技能去补刀 也导致了AP剑身在前期非常缺烂 而且剑身也很依赖队友 为他创造一个收割的环境 逆风局非常难打 也因此AP剑身几乎很少在高分段出现 AP剑身并未风光多久 在3.10版本拳头就紧急对剑身进行了调整 移除了Q技能的AP加成 而关于W的AP加成 则是经历了多个版本的调整 最开始从4.0减为了2.0 3.10改版之后就降为了1.2 AP剑身的玩法也就慢慢的消失了 早期的卡萨丁和现在相比 当时他有一个非常烦人的技能 就是Q技能附带沉默 而且沉默的时间还非常长 在最早的版本设定中 1级的Q是1秒的沉默 满级则是2.6秒的沉默 超高的机动性加上自己的爆发 只要被Q中了就只能等着被卡萨丁蹂躏 卡萨丁前期靠Q来防止对线中单的骚扰 后期靠Q沉默对手造成击杀 在中单的食物链上 拥有沉默的卡萨丁就是最强的王者 在4.40版本改版之前 拳头对于卡萨丁的Q技能 一直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卡萨丁的Q实在有些变态 对线非常难受 但一旦没有了沉默 卡萨丁在对线的能力上 将会下降一大截 到时候还会有人去玩吗 拳头也因此非常纠结 于是拳头在3.11版本 减少了卡萨丁的Q沉默时间 最高2.6秒变成了2秒 但减少沉默时间 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 拳头在之后的多个不定 不停地在沉默时间上做加紧 但一直都无法让玩家满意 4.40版本 拳头将卡萨丁的Q技能 沉默彻底移除 用一个魔法的护盾来作为补偿 但对于卡萨丁的Q技能 能够打断一些 引导性的技能这一点 拳头依旧保留了下来 但没有了沉默的卡萨丁 之后也因此出场次数骤减 要问谁才是这个游戏中最惨的英雄 非刀妹莫属 刀妹自2010年上线 是在最近的8010版本才重做的 但自它上线以来 大大小小的技能伤害调整 已经数不清了 要怪只能怪曾经的刀妹 实在太过完美 老板刀妹的被动 是减少自己的负面效果持续时间 包括嘲讽减速 眩晕等等效果 而且是根据周围的敌人数量 来判定减少了时间的 敌人越多 负面效果的时间就越短 这也是刀妹能够一打多的 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刀妹最具代表性的 还是W技能和E技能 因为W技能的主动释放之后 刀妹的物理攻击将附带真实伤害 同时还具有回血的效果 而E技能最关键的一个设定 就是它能够眩晕 血量比自己多的英雄 这两个技能的结合 导致了各种激进里面 刀妹的残血反伤 配合自己强悍的被动 刀妹只要稍微出点肉装 就拥有非常高的坦度 加上自己的真实伤害 减速眩晕 生命回复 波段突进 造就了一个完美的刀妹 这样的刀妹 自从上线之后 就再也摆脱不了被削弱的命运 到她彻底重做之前 刀妹经历了削弱和调整的补丁 大概有25个左右 另外关于刀妹 刀妹还流传着另外一个说法 说是刀妹刚刚出来的时候 最高的伤害 并不是75点真实伤害 而是125点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刀妹上线的版本为 1.0.0.125 自她上线以来 就一直是75点的真伤 拳头并未做任何的修改 而盛传的 在每幅测试符中 刀妹的真实伤害为125 也不属实 每幅很多参与了测试的玩家 都否定了这种说法 刀妹在8.7版本重做归来 但依旧非常强势 以至于在这之后 薛刀妹也成为了 拳头的日常工作 而且和剑技一样 刀妹重做之后的这个原画 和原来的相比 也有很大的变化 重做之后的刀妹 年纪也变大了 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请一定点个关注 我是弄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